台北股市 我赶好问你先请教江一鸣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又拉尾盘 涨了175点 这个波段的反弹 已经到2000多点了 未来行情如何研判 大盘曾经跌了加近6000点 那目前做一个反弹 我们看大盘的架构 从历史最高点18619 跌下来到12629 总共跌了5990 中间有三段重要反弹 第一段1191 第二段1468 那目前这一段 已经涨了2137 到目前今天的高点 那我们看这样的格局如何研判 其实你可以把它画一条线 用今天收盘画一条线 在这里 那我们从今天收盘画一条线过来 这里 大部分筹码还是套牢 没错 就是两小段而已 所以你看今天就这样 这边一个小段 这个十几天 那这边一个小段落 这个圆形的 这个另外没有套牢 上面的其他筹码全部都套牢 所以目前的套牢量 还是非常大 操作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我们看一些个股 来 股市里面会赔钱的原因很简单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买错股票了 你在不应该买的时候 买它 你在不应该爱的时候 爱到它 然后后面这个结局注定就是 不好的收场 答案是不是很简单 那怎么样来判断 什么股票你不能买 你买来就赔钱嘛 那你不能买 不能买的地方你不能买它 那我们去举一些股票来做例子 比如说鸿海 鸿海目前 天啊 还在近期的低点 这张图是半年 半年的低点 鸿海看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最近买到鸿海 当然是受伤了 没有办法赚到钱 那为什么会这样 鸿海在做什么 第一个做iPhone的手机代工 这个iPhone14出来了 它还发了很多新的手机代工 可是好像股价没有动 第二个做什么 做电动车 电动车领预购很多台了 两万多台了 可是好像股价都没有反应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说电动车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它的电池 今天东芝发表说 它一种不易起火的电池 那为什么要不易起火的这个电池 你电动车开了 哇你起火 那个你洒水车是灌不灭的 像上次林志盈 发生了这个特斯拉的火灾 还有有人把它拖出来 如果没有拖出来 那会烧死 你灌水根本没有用 它没办法把这个电动车电池 给它熄火 所以不易易燃的这个电动车电池 那当然很重要 所以东芝已经发表了 那请问樊过来思考 那鸿海有没有 鸿海有没有这种电池 对啊鸿海要做电动车 电动车已经没有引擎 把引擎拿掉了 取代引擎的东西叫做电池 那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电子技术 那如果没有 那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对啊很多科技大厂 很多公司都投资很多电池 发表各种款式不同的电池 那请问鸿海的电池 竞争力在哪里 对啊电动车就是个电池 你不要比内装 内装没有用 内装每个都会做 砸钱就有了 你要再豪华的内装也可以 可是你要把电池的技术 能够做到那么好 那就不容易 那需要很多的人才 很多的专利 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电池的原料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 请问你如何用电动车跟别人竞争 问题就来了嘛 好 那我们看中国 中国电动车 这台是可以飞的 这也是电动车 他现在已经发明到 电动车可以飞起来 在杜拜展示 这影片我看到了 他把电动车飞起来 知道飞起来了 这台车是可以飞的 那我们请问红海有没有这种 可以飞的电动车 当然没有 好 那这是杜拜的警方 采购很多的大陆的红旗电动车 红旗是他们官方很多采用 大官在做的这个车子 比较大型 比较豪华一点 大陆的警方采购很多红旗电动车 那我们请问我们能不能做 像这么棒的电动车出来 那如果没有 没有 你要跟他竞争什么 人家为什么要下电单给你 所以问题很大 为什么红海不会长 因为这些问题说真的都是他的问题 好 那我们说红海电池 电动车电池面临什么问题 四大问题 原料 人才 技术 专利 你没有专利 比如说这个东芝 它有这个不易燃电池的专利 那如果你做出来 它模仿 你模仿它会告你 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专利 你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来研发电池 你有没有电池的材料 对啊 电池材料是什么 电池要怎么做 如果用锂啊 埋子铝 埋子蒙三元电池啊 所以你有没有这些材料 那如果没有 你只会做碳酸电池 它碳酸电池 那是比较low的电池 所以你必须有相关的矿产 锂 链 菇 蒙 对不对 那請問台灣有沒有這些礦產 都沒有 都沒有 那你要去哪裡 你要從哪裡進口過來 這個原料是不斷要提供的 每台電動車都很多電池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 不斷的這個原料進來 礦產進來 你怎麼做電動車電池 所以我們當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鴻海就是問題重重 那你現在有沒有進步 有沒有起步別人來找 鴻海做電動車 是這一兩年的事情而已 我在2017年 我去大陸的時候 看這比亞迪電動車滿街跑 比你早七年 經過這七年很多的測試 很多的淘汰 很多的使用者反饋回來的 說真的鴻海在技術上 在這個動作上 都比人家落後很多 這是我們對鴻海的一個疑慮 那如果這些疑慮解除 那當然鴻海就會漲 問題這些都還沒有解除 所以你看這台門上 鴻海現在股價來到 這個相對的低點區 你看詹敏有沒有跟你說鴻海好 鴻海電動車非常棒 我要帶會員來買鴻海 那絕對沒有 因為這些問題你沒有處理沒有用 那就變成很大的一個難題 好 那我們看鴻海的格局 哎唷 三線轉空 難怪它漲不動 這樣懂你意思嗎 答案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看相對的 鴻海要跟誰合資 這鴻海啊 那鴻海漲起來了 可是鴻海還沒漲 對啊 鴻海在空投格局 你看鴻海是多投格局 所以鴻海就先漲起來了 這樣懂你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看 股價竟然會跌破鏡子 誰啊 鴻海啊 鴻海的股價跌破鏡子了 鴻海去年的鏡子是99 99.56 那目前呢 投資朋友今年前三季 又賺了7塊多了 那隨便做也超過100多塊啊 那股價竟然跌破鏡子 所以你說有沒有問題 問題重重啊 不是小問題 好 所以我們這鴻海 股價漲不動 從高點拉回 好 那我們看 現在歐美要砸5兆 5兆大概是6千億的美金 5兆台幣去買什麼 為了反對啊 這個啊 能夠抵制中國的電池的壟斷 因為現在的電動車電池 大部分集中在中國的這個手上 最重要的這個 世界上最大的電動車電池廠 叫寧德時代 那他們也有很專門的 這個鯉的這個公司 上市公司 比如說甘豐鯉業啊 這個就是他們的嘛 這個啊 鯉有關的 那電動車需要什麼材料 需要鯉 如果你沒有這個鯉的材料 沒有這個礦產 你電動車做不出來啊 所以我們說啊 這個啊 寧德時代 它產能非常大 捐益最大 所以怎麼樣 歐洲要發表電動車嗎 因為他們要把這個燃油車 這個淘汰掉 那他們要做電動車的時候 需要什麼 當然需要材料啊 可是材料好像都被中國壟斷了 所以我們要砸五兆的資金 六百億的美金 去對抗啊 中國的這個 電池壟斷 那如果你沒辦法對抗 很簡單 你都要靠中國來提供電池 一個電動車電池 佔電動車成本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你怎麼搞 沒辦法搞啊 歐美都沒辦法搞啊 那你不告訴我們 他還是一個小國家 你本身也沒有這麼多礦產 電動車相關的礦產 我們都沒有 都要靠進口 所以說這問題重重了 好 所以我們紅海電動車 有什麼問題 有啊 我寫得很清楚了 來 為什麼他的重兵 重金 李平 這個蔣尚一 來做這個紅海半導體 除了電動車之外 他在搞紅海半導體 半導體當然就可以生產 相關的晶片 所以說整個布局是 非常的 觸角非常的多 不然你怎麼做 台灣首富 可是光一個電動車一下 就可能對他造成 很大的這個困境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好 那我們次用電池拉警報 本來去年年初說 今年年初說 車用 怎麼樣 晶片不夠用 現在是太多了 拉警報 當然紅海也想做 這個這一塊 所以他就言然講 上一家做紅海半導體 好 那我們次有家公司 在做這個電池 哪一家 台泥 台泥在高雄 砸了200億 擴廠 要做什麼 要做電動車的電池 包含無連飛機的 這個電池 都一樣 做這個電池 因為他覺得電池 是未來所需 所以張安平 這個花很多錢 砸了200億 他的股本 台泥股本是621億 他砸了200億 三分之一股 我們去做電池 那請問這個 城下有沒有出來 很多報紙都有發 有沒有 都要做電池 那城下有沒有出來 當然是沒有 如果有出來 股價怎麼會跌四成 如果從周線 來看跌五成 所以你怎麼樣避開 這樣的一個下殺 你想要投資一個未來產業 我想要投資一個電池科技 我覺得電池在電動車 未來需求很大 那台泥 你砸200億進去 那台泥就可以投資了 如果你這樣想 你就完蛋了 他跌50%給你看 張安平看到這個消息 我會怎麼研判 我會從股神系統來研判 這格局是不對的 這邊是什麼時候 這邊是 這個 110年 這裡是8月 什麼格局 它就是空投格局 所以這種股票 我不會去買 這樣懂意思嗎 那你買進去 你會面對很多的風險 包含大同 大同最近來拉回 將近兩成 大同曾經有一個 每隔天見出 都是50億以上的大戶 跟我講說 雨鳴啊 跟我好朋友 雨鳴啊 這個海哥進去買大同 充滿鴨 幾萬張 你可以注意 可以叫貨員買 我說感謝感謝 感謝你提供這個消息 我也多關注 最後張安平有沒有去買大同 沒有 他跟我講好幾個月了 如果我去買就賠兩成 為什麼張安平不去買大同 空投格局啊 空投你買沒用啊 所以市場消息是滿天非的 那如果你沒有能力研判 你就是繳學費啊 我們在這行業 怎麼會沒有消息 不可能啊 到處都有一大堆消息來 那你必須有能力去判斷 這股票到底能不能買 所以回到幾個月前 大同就空投格局啊 所以誰買都沒有用啊 漲不動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樣來研判的 那如果聽到什麼消息都買 我哪會得了 一天買多少檔啊 怎麼可能啊 好 所以我們洪海電動車電池 面臨的問題 剛剛講過 原料材料 原料人才技術專利 這些問題如果沒有辦法克服 洪海將來電動車這一次就會啊 碰到一個很大的麻煩 可能砸很多錢進去啊 這又是沒有成效的 所以我們都不一起燃燒這個電池 都自發明出來的 其實電池啊 證明三十幾年前就研究電池了 我現在講你說 老實你怎麼在鬼扯呢 三十幾年前你就研究電池 真的 我在19 這個 8 8年 我就開始 研究很多很多電池的相關資料了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到這張作品 這張作品是我拍的 這張作品是 建國80年 當然就民國80年 全國攝影公開賽第一名 這張是我拍的 這張報紙在這裡 有一次我的秘書 我說老師 你的報紙很舊了 我把它丟了 我說你看看上面的日期 這什麼日期 他說民國80年 對啊 我一張報紙會留30年 那你覺得這張報紙重不重要 如果不重我早就把它丟了 那你覺得我一張報紙留30年 你可以把我丟了嗎 對我們很重要 很重要 那上面寫什麼 有啦 登個新聞 這是民國80年 民國80年7月27號的新聞 中國時報 這邊這樣 這張作品就是我的 這張作品是我拍的 這張照片 攝影作者就是我了 就這張 這張得到了 全國攝影公開賽的第一名 當時獎金是3萬塊 所以我說我研究電池三幾年 張明明你怎麼判斷 我講了真話 你想想看 這個動作 一秒鐘打完 連續閃光燈要閃三次 你電池如果不夠強 你怎麼閃三次 閃光燈怎麼閃 先吸電 充好之後再放電 那我這閃光燈 是啪啪啪 一秒三次 那如果你的充電速度夠慢 你根本不可能 第一個啪完 再充電 充好 充好拜託五秒後了 那拳早就打完了 對不對 那你怎麼可能 一秒打三拳 一秒照三次 不可能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當時就研究 很多的電池相關了 當然電池最強 就是日本的技術 這不用懷疑 所以我當時買的材料都是日本的 像這個是中友 拍兩次 我們這是詹詠蘭 我們的奧運金牌 這個籃球 網球選手 你看他拍三張影像 一張兩張 這一張是反拍 要把他打 準備轉身 擊球 擊球是按掉 看到嗎 這樣不及格 這樣做拍 作品失敗作品 那你就中友 花很多錢 你去請一個攝影師來 亂拍 不可能 他不會拍這個東西 拍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專業 詹愛銘三十幾年前拍的 到現在沒有人拍得出來 這個 我這個層次比他高太多了 這他有無視燈光 有沒有 黃色就是無視燈光 色K是3400度 白光就是閃光燈 色K是5500度 詹愛銘當時就拍出來了 你看這張太簡單了 這個單純影像 也沒有無視燈 拍完之後 一秒鐘 拍完喝個茶 再來拍下 五分鐘後再來拍都可以 詹愛銘這個不行 因為這個是連續動作 你不能停了 有無視燈 你停就破壞掉了 就爛掉了 這張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當時得了全國 全世界比賽第一名 這是評審是郎靖山 幫我評的 全國比賽第一名 當然這張是更好的 這張是 這個西德 1989年 西德的 這個跆拳道賽第一名 叫吳善鎮 那你看 這是啊 當然我拍的時候 他還沒得第一名 我拍完之後 後來他去 1989年 去西德比賽得了第一名 這是我當時的 畢業攝影展的一個封面 這動作也像 這個無視燈對不對 連續動作 準備 1 2 3 1秒鐘打完了 3個閃光燈出去 我們剛剛講 如果你沒有對電池很了解 買到最好的電池 你還閃光一次就沒有了 充電 閃光燈 閃光要充電嘛 充電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6秒 7秒 天啊 你都充滿都7秒 你怎麼可能閃第二次 所以當時我對攝影的研究非常深 包含對電池 對閃光燈 不然我怎麼可能拍這種作品 懂意思嗎 這是我當時也是拍的作品 這個很跳起來的 你看這個還可以 可能還可以慢一點 這跳起來 有低吸引力 你跳起來 你沒有閃光燈 啪啪啪 那人就掉下來了 站在原地跳起來 踢出去 這是同一個人 然後我們這邊把這個遮起來 拍完動作再來拍這一個 這動作是連續的 啪啪啪啪跳起來 在這邊 這比較簡單 這是下梯 這個跳起來飛梯 這個作者是 一代宗師 尤少蘭 他是少林二四溜馬的男主角 這個女主角就是 這個趙乾孫 他當女主角 好 這不一定有男主角 這也是我拍的 同一個人 所以我當時對攝影的研究非常深 對閃光燈的研究 對電池研究都非常深 那不然怎麼可能拍這種作品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說 我30幾年前我就研究 這個電池 原因就在這裡 這是當時我的指導老師 叫吳成光 吳成光指導 這當時他參加我的攝影展 這就是吳成光 當時還非常年輕 因為經過30幾年了 所以年紀也有點大 上個月我跟他高雄 跟他吃飯 這是吳成光 就這裡 這是當時我們的校主任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 你看當時我非常瘦 攝影師幫你特寫一下 很瘦對不對 攝影師幫你特寫一下 你看我當時多瘦 瘦巴巴的 你看這個臉是這樣 直直的對不對 你看現在不一樣 有人說 老師你太胖了 不減回一下 我說我年輕的時候瘦都不得了 老師你一般在催你 你怎麼可能很瘦 你看起來這麼胖 你看我剛畢業名口78年 你看我多瘦 臉瘦瘦的 瘦對非常瘦 非常帥 年輕的一個軍官 當時畢業展的時候的一個照片 好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都怎麼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一定有異局 我不會隨便拿東西來吹牛片 我不會這樣做 這是我當時攝影邀請卡的背面 這是我的指導老師 叫做吳成光 FRPS FBIPP 這是國際最高的榮譽 有玩攝影都知道 這兩個能夠同時拿到的 現在台灣只有他 沒有第二個 非常高 非常困難 這是我的指導老師 吳成光 好 欣賞一個人 死於原始 敬於才華 何以個性 久於善良 忠於人品 這是一個投資朋友寫給我的 他說看老師 看起來是 蠻有浮相 好像財神爺 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發現 老師很有才華 個性上 我們就急功浩義了 但是我們心地是非常善良的 我們人品是端正的 他就非常欣賞我 人就是這樣 這樣就很開心了 好不好 古世衛裴簡易 很簡單 剛剛講過 買錯股票嘛 你不應該買的時候買它嘛 那你怎麼會賺錢 所以這樣你會去買鴻海嗎 不會啊 我剛剛講的問題 再來我都講很清楚了 好不好 哪一檔股票是對的 今天節目看完 鴻海 當然不對啊 台泥不對啊 大同不對啊 玉瓏是對的 你今天節目看完 那你是不是一目了然了 所以你現在會不會買鴻海 你一個月前也不會買 你上個月前也不會買 懂意思嗎 你就買台泥不會啊 你又不會上個月前 買台泥不會啊 你又不會五個月前 買台泥不會啊 懂意思嗎 大同也是一樣 你又不會三個月前買大同 你就不用被套這17%了嘛 懂意思嗎 鴻海 當然不對啊 台泥你買進去就完蛋了 賠五成了 股價腰斬了 財務就腰斬了 對不對 好會不會買大同 也不會啊 會不會買這個 玉瓏 三個月前不會買 兩個月前也不會買 十天前可能就會買 所以如果你做股票能夠這樣 對著時間點進去 他就會賺錢嘛 不對的時候不要進去 你看台泥你也賠五成了 你進去就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就很簡單 懂意思嗎 所以套的股票怎麼辦 要會懸股啊 怎麼樣反敗為勝 如果你買的股票都錯 你怎麼反敗為勝 如果你股票都是對的 慢慢就把錢賺回來了嘛 就這麼簡單嘛 好不好 比如說鴻海 當然不會買 你三個月前也不會買 兩個月前也不會 現在也不會買 這格局不對嘛 台譬如說我們買了鴻海 這檔股票不對 不能買 那同安資金如果我們鴻海 把它換到這一檔 這是11月17 當時股價 我看一下 37.3 對啊 37.25 37.3買的 11月17 幾天前而已啊 來 到了這一天 11月22 17買22 哎唷 26%了 到這邊 鴻海還在那邊破底 這股票26%了 那你財務就 很多就回來了嘛 那你這樣搞幾趟 你的錢就回來了 你的100萬賠到剩50 搞幾趟就回來了 不是這樣嗎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頭這邊要 所以我們做到兩次就好 一次三成 兩次 100萬賠到剩50 兩次一次 65 第二次三成 85 就差不多快回來了 所以有沒有困 很困難 沒有 找到對的股票非常重要 你才不會一困 台你一困困你一年 這不是辦法 好不好 一登能破千年雨 一次能破千年雨 你要就是點燈 找智慧 找到能夠幫助你 你懂意思嗎 跟著餐廳找到廁所 跟著蜜蜂找到花朵 跟著一萬賺千萬 跟著乞丐 會便利要犯 小老鼠A 25006999 這是我帶來立馬 你給搜尋加入 記得留下電話 再有個快速回答 你身價的聽見 好 那麼更多操車的健康 還繼續再請張宇明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掌跌密碼 我們再把聲音交給張宇明老師 好了 快年底了 那到底行情怎麼做 今天很多人都划鐵 我賠錢 好 PC慘 明年要裁6000人 有夠慘 好 PCB進入淡季 你看淡季 跟你講淡季 股價只要跌多少 跌六成以上 小米意外亏損 第三季都亏損了 天啊 小米不是很強的 要華為下去了 現在換小米 小米到底有多強 這支手機 兩億像素 全球最高了 沒有比這支高了 小米做的 所以小米技術能力很強 我當然會蠻 因為我學攝影的 但小米竟然第三季都虧損了 天啊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世界景氣變化非常大 操作一定要小心 大盤這一波跌降於6000點 未來行情怎麼操作 現在反彈2000多點 怎麼操作 股市裡面找做三桌山 對的人 對的觀念 對的工具 有這三桌山 幸福都在來的路上 所以把這三桌山找到人 這個工具觀念 要搞清楚 如果沒有搞清楚 那不可能賺錢 舉例來 股市選股最難 那我們來選股 示範一下 好 哪一檔是對的 三檔選一檔 環球金威風M30 來看一下 環球金長約保護 哇 第三季 第四季都看 你看這營收都沒有衰退 對啊 營收都沒衰退 股價跌66%了 所以他發力多 你會相信嗎 如果你買到 你都哭了 你的財產66%不見了 好 什麼格局 早就出現 賣出訊號了 現在這是空投格局 所以你看報紙沒有用 你看股神系統 才有正確答案 懂意思嗎 好 威風 發力多了 對不起 股價得75%了 對啊 你看到力多 你會開心嗎 股價都能75%不見了 對不對 好 什麼格局 早就轉空了 你看得懂 目前沒有翻多 早就該跑了 你不會買這一段 懂意思嗎 M31製造 開發結果 今天發兩個力多 股價漲停板 好漂亮 天啊 一直上一波上來了 那如果你都看到這裡 這裡就看懂 要買多漂亮 這裡是哪裡 就這裡 同樣位置 這裡就是這裡 有沒有 這裡就是這裡 就這裡 三線翻多嘛 對 你看得懂 這一段就是你的 所以股票 思想很簡單 對的人 對的工具 對的觀念 你不要每天看報紙 做股票 沒有用 會賠死 好不好 哪一個是對的 環球金不對 威風不對 只有它是對的 這樣你是不是很簡單 就看得懂 懂意思嗎 好環球金 66% 你就不會受到這種傷害 威風75% 你就不會受到這種傷害 M31 要漲上來 你就賺得到 那如果這樣 可不可以返拜我一聲 是不是很簡單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好金控 賠了1.20兆 天啊 兩個新聞都寫 賠了1.20兆 賠很多 今年買金融股都賠死了 你看今年贊名 什麼時候跟你說金融股好 我一定跟你說金融股不好 如果買人去就賠死了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賠很多錢 懂意思嗎 所以要怎麼樣 找到對的股票 找到對的觀念 找到對的人 這最重要 人生沒辦法一直重來 你一直重來 不可能 年紀都大了 怎麼重來 股市裡面三做三 對的人 對的工具對的觀念 找到這三做三 人 工具 觀念 幸福都在來的路上 有沒有道理 小小小小微 25006999 這是我賴你嗎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生 記得留下電話 這樣會快速回答你 我們做一個好朋友 對你一定有幫助的 先聊一聊 有興趣 我們再進一步合作 有沒有辦法 時間再會停車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要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薦 分析制度表達 政策不當局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正要緊攻參考 投資人該獨立判斷 先先評估 並且自付投資風險 也祝你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推薦